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收看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一起学习了海报设计的一个规格 以及它的输出材质的一个分析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开始进入这个广告海报设计的一个实战部分 先从它的一个元素做一些基本的练习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 就是它的一个字体 一般常见的一些海报的字体 简单的一些处理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海报 像这个字体就是 可以比较简单,它也没有加什么一个图层特效 一些用画笔工具或者说橡皮就可以完成了一些效果 那么这个呢,就是经过一些描标的处理 它主要是为了配合这个颜色的一个底图 也比较容易实现 加一些描标就可以完成 那这个字体呢,实际上有时候它是一个书法题 然后你自己可以去用一些特殊的笔刷去可以写得出来 在这个,如果你收写版的话,完全是可以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也是相对简单 那后面的这些呢,就是一些特效 用这个图层样式做的一些特效 就是你看上去这些都很简单 然后只要是你找对了这个方法 设计的方法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完成 我们先来模仿第一种这个字体的一个效果 它的一些规律 那么首先呢,它不是一个标准的字体 它是很容易判断它是用一些笔划去拼凑出来的 股价呢,是有 但是更多的成分呢,倾向于这个手写 所以在这的时候呢,你新建一个面板 然后打上和它类似的一些字体 有点接近黑体 然后你可以选择其中一款黑体 接着呢,你把它放大 感觉这个尺寸不够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进行一个变换 当你这的时候呢,你需要去天中乘白色 前景色白色 因为是模仿嘛 你就可以尽可能的把它去放大 这样一会儿你做涂起来啊 然后也比较方便 上面呢,我们删掉多余的层 会发现它这个实际上是有两种方法 首先呢,你要出来它这个形状 第一种方法呢,是你可以用这个橡皮 因为橡皮也是带有这种笔刷的 可以用这种笔刷呢 去对它进行一个擦除涂抹 看看是不是能出现这样的一些效果 那你新建一层 然后你先取消一层 首先呢,你要把它变成这个黑色 切换回来 X是可以来回切换的 前景色和并色切换 填充前景色的时候呢 是BOT加上Delete键 D加了键 但是你这样来擦除的时候呢 它是不允许的 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字体的模式 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个三格化右键 三格化文字 那么这会呢 它就以图形的这种形式去显示 接下来呢 你就可以用你所选的这个橡皮擦 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擦除 这是第一种方法 但是效果呢 很明显 你还是需要继续的对这个鼻刷进行一个调整 它也不是十分的理想 然后你就得去尝试 这个就是显得太密集了 这个就是显得太密集了 这个除夕差不多 这个时候如果你不用像平台工具 你可以试着另外一种方式 我们把这个删除了 和它相反的一个方式 再新建一层 然后也是天龙上黑色 可以在这个技术促成上 然后再新建一层 用这个画笔 刚才是擦的一种方式 但是不是太理想 那么我们现在用 敢用这个画的方式 为了它俩这个区分明显 你可以把这个字写 变成另外一种颜色 然后你直接呢 在这按着它的这个字体的结构呢 去画一下 这个时候你要是有这个 手写板 那就是非常的方便了 因为你可以直接无视这个步骤 想在这个板上怎么画都可以 就是这样的字体你不用写的 太规律太规律了 反而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你可以自己的去随意的对它进行这样的写 大的框架有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你自己发挥想象力的一部分 反正它就是要去营造一种比较恐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你就尽可能的按着这恐怖的感觉来 自行的设计上面了 也更加的这个夸张 不过除了你就按这个刻号键 向右的这个刻号键 调小的那个时候呢 你是按这个相左 当然这个没有设计之前呢 你也可以去搜寻一些比较恐怖的字体 网上也可以下载的到 然后你要用呢 然后去看一看观察一下 这个也可以 可能你就不用这么麻烦的在这这样一笔一笔的去画出来 后期呢 你再用这个橡皮擦的工具呢 然后一点点的带有这种纹理的再去擦一下 然后它也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甚至呢 甚至呢你可以这样的 就试着你这个 用这个滤镜下面有个风 但是你要注意的一下就是这个风吹的这个方向 还有这个幅度 然后再用这个方向 就会不要用这个风吹的这个方向 那么多久 就会用这个风吹的这个方向 就等会用这个风吹的这个方向 那么多久 就会用这个风吹的这个方向 有客戴的这个方向 小转回来,这个就是它的字体的一个变化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得到相对于恐怖的一些字体 这个是这张海报的一个模仿 而重的地方,轻的地方呢,你可以再对它进行一个涂抹 嗯,接下来是这个第二种,第二种那个相对就 第一种呢,更比较容易一些 通常72小时 72呢,它做了这个特效,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字体 这个字体,我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 是一款这个 英文的这个书法字体 在这个软件里有 阿露,开头了,阿露EV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照一下 这是这个字体 很接近 那齐呢,它是做了这样一个特效 我们为了节省这个时间 我们为了节省这个时间,就补去做这个特效 颜色呢,黑色白色 然后,这种黄色呢,它结合起来之后呢 看上去确实是很醒目 因为白色,黄色我们在之前讲 它本身呢,它的一个明度就是非常的高 你会发现它的字体这个做设计 做字体设计的时候呢,它的字体呢 相对于紧凑 你这样可以调它的间距 鼠标在这闪的时候呢 在中间闪的时候呢 你按住out键,这样向左的一个方向键 就可以拉近它们之间的距离 这两个字之间的距离 同样的,你是按住out键,向右按这个方向键呢 可以缩短,延长它们的距离,之间的间距 接下来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 你把它调整选区 Ctrl键,点入这个字体这层,去做一个选区 这有一个修改,再选择 下面有一个修改 修改之后有一个扩展 扩展这个量 然后是你去需要去试的 算是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这一部分 它都是连接上来的 那么它是受你这个像素的一些影响 当然它有这个描边的一些成分 其他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把你这个选区 你这个是,现在是选中的 但我们天中的话它是被选中的 如果我们没有选中的这部分呢 它是还是以这个黄色去呈现 现在我可以试一下 现在这层呢,把这个字体变成白色 有选区现在变不了 我们先取消一下选区 变成白色 白色以后呢,再把这选区挑出来 如果有的同学说呢,在这个图层 样式面板下呢,我可能去加一个描边 然后,但是你会发现 描边以后呢,即使很 就是你即使很粗 但是你依然出现不了它要的那种效果 而我这个是一个很细 这个位置是很细的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我刚才说的这个方法 你需要对它进行一个扩展 扩展的35 因为我刚才有这个看到 可以新键一层 这个时候呢,你新键 Ctrl-6-N 新键一层 然后填充 进去这个黑色 这个时候呢,你挡住了 是因为它在它的托增上面 那么你拖动也行 拖动到这下面也行 用这个快捷键也可以 Ctrl-加上向右的这个大括号键 就是向上一层 相反的,向左这个扩号键的就是向下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修补 直接把这个黄色的地方 在这一层层,在下面这一层层呢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 填充 那你也可以拉上 拉上这样的线 填充的可以填充的更准确 然后也可以看上去更合理 剩下呢,你打成这样的小字 这就是一个模仿 方法比较简单 然后这种效果呢,也比较常用 可以通过建立这个选区 对它进行一个填充 第三种的这个字体呢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帐库上 现在放送的一些免费的字体 然后也可以用作这个商用 不会产生这个版权的这个问题 在这呢,你可以更改它书写的一个方向 这个字体呢 我觉得要比它海报上的那个字体呢 更有这种同趣 当然这个想把它删掉的方法有很多种 你可以直接修补 用旁边的这个位置去代替 这样它就消失了 然后你把你做的这个字体拖过来 当然还是再强调一点 有这个想做好这个字体呢 你首先需要一块这个输一把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字体 可以去画去写 这样比较有意思 这是第三种 这个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说法 这个就是它除了颜色变换 还有就是你需要在AI里对它进行一些添加 添加一些象征物 这个就是那个那个西雅图里 那个他们相遇的时候那个塔去那个亮亮塔 观光的那个高塔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字体颜色上的一些搭配 一路行写呢 它就属于一个金属字体 金属字体也比较容易 新建一层 听中文这个黑色 听中文这个黑色 我就直接用这个字体去做 就可以了 特效呢之前我们说过 也不用费太多的时间 然后去研究这个图层样式 因为已经有很多都已经为你这个做好 你就是拿过来直接去用就行 应用去就可以了 有一些时间用来做一些排版 然后不要把这个浪费在这个特效上 方法呢我们掌握了就可以了 它就有一个图层特效 你在这直接去可背它的样式 然后在这直接粘贴就是金属 那么它这个颜色呢 就是可以去调一下 它用了叠加 正常的时候呢 你就给它选正常的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亮度呢 是它后期是需要它自己去加的一些 这是这个字体 金属字体 去网上可以下导一些这个样式 然后你直接去填充就行 这样能节省你的一部分时间 很大的一部分时间 另外呢 在这个图案叠加的时候 它有一些像后面的这个字体呢 有一个字体就是带有这个纹理 那纹理的时候呢 它也是在这有一个选项 在这个图层样式都在这里 有一个图案叠加 你可以呢 对它上面这个表面呢 变换一些新的图案 就是这样字体的一个方法 快捷的方法 可以去下载相对应的一些 立体效果 然后你直接应用过来 后面这个字体呢 就是加这个描边 描边以后呢 在这个描边的样式上 也可以去选择一个渐变 这是这些比较常用的一些特效 然后剩下的一些特效呢 你也可以去网上搜寻 方法掌握了 这些都是比较简单的 这小课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下小课呢 我们讲它的另外一个元素 就是图片 图片的一些处理方法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小课再见